用一个实心的小圆点可以表示当前正在播放的幻灯片 点击表示幻灯片的圆点可以切换到对应的那个幻灯片 下面呢就在我们的幻灯片里面去添加一些这样的小圆点 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幻灯片项目的上面 先用一组有序的列表的标签OL 在这个标签的上面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Cerosol Indicators 这样的一个CSS类 然后呢每一个小圆点都是一个列表的项目 所以放在一个Ali标签里面 在这个标签的上面呢我们需要再去添加一点属性 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叫做DataTarget 这样的一个属性 它的值我们可以设置成在幻灯片上面定义的那个ID 这里呢就是SlideShow 也就是我们在Cerosol这个类所在的元素上面定义的这个ID SlideShow 在它的后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属性 叫做DataSlide2 它表示的就是点击当前的这个小圆点 所播放的是哪一个幻灯片 幻灯片的项目呢可以从0开始 那么也就是如果我们把DataSlideShow这个值设置成0的话 点击它的时候就会播放幻灯片里面的第一个项目 那么这里我用的是MAT插件提供的专写HTML的方法 Li就是HTML的标签 在方括号里面的东西呢就是在这个标签上面的属性 这里的这个$at0表示一个从0开始的一个数字 后面的星号2表示我们需要两个这样的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按一下Tab键 然后呢我们再表示当前的这个幻灯片的小圆点上面 去添加一个CSS类 添加一个叫做Active这样的一个类 那么在播放其他的幻灯片的时候 会把这个Active从这个小圆点的元素上面移除掉 然后添加到其他的那个小圆点的元素上面 我们可以保存一下回到浏览器 刷新 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幻灯片的下面呢会有两个小圆点 分别呢表示对应的幻灯片的项目 播放到哪一个幻灯片的时候 这个小圆点呢都会变成一个实心的 然后点击这个小圆点可以切换到对应的那个幻灯片 这里的几百alar 第二个月